为配合全路第二批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开展 是全路干部职工认清现阶段我国铁路发展的特征 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进一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 树立信心 共克时间 推动铁路又好又快发展 我们特别制作这个路情教育专题片 共广大党员干部和职工群众观看 党的十六大以来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引领我国经济社会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铁路系统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铁路现代化事业阔步前进 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青藏铁路 京津城际铁路 提速重载 一路高歌猛进 一路波澜壮阔 当代中国铁路人瞄准世界铁路一流水平 苦干 实干 拼命干 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辉煌成果 当前 中国铁路正处在加快发展的新阶段 抓住难得的黄金金玉 战胜面临的严峻考验 全面推进和谐铁路建设 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 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 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和大众化交通工具 改革开放了三十年来 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近七十倍 年均实际增长接近百分之十 许多工业品增长了几倍 十几倍 甚至几十倍 铁路虽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与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相比 铁路的发展是滞后的 1978年到2007年 全国铁路营业里程 从5.17万公里增长到7.8万公里 只增长了50.9% 年均仅增长1.4% 铁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 短板问题十分突出 瓶颈制约十分明显 我国县正处在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 如果不尽快改变铁路 瓶颈制约的状况 就会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后腿 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迫切要求尽快补上铁路这一短板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坚持以人为本 就是要让改革发展成果 更多地汇集广大人民群众 改革开放30年来 我国人民生活水平 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对铁路客户运输服务质量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不仅要求安全正点 而且要求方便快捷舒适 尽管铁路系统为提高服务质量做了艰辛努力 但由于运输能力严重短缺 加上部分设备落后和管理薄弱 人民群众对铁路出行难 运货难的状况仍然不太满意 目前在整个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 只有铁路运输能力是严重短缺的 如果铁路旅客买票进站乘车难 货主运货难的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变 就谈不上以人为本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广大群众对改进铁路服务质量的呼声 会更加强烈 人民群众对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 迫切要求加快铁路发展速度 统筹坚固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 加快铁路发展是统筹城乡 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客观需要 人们常常说某个城市是铁路拉来的城市 说的就是铁路的发展 可以直接促进城镇化率的提高 通过铁路把城市和农村连接起来 能够大大改善农村的投资环境 为农村的粮食、棉花、畜牧业、 副业的产业化创造条件 铁路建设可以增加沿线农民就业 有效拉动当地消费 特别是通过消耗当地物资增加农民收入 通过修建铁路还会把工业文明带到农村 促进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变和文化素质的提高 现在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还比较突出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铁路基础设施发展不平衡 近年来 党中央国务院相继制定并实施了 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 东部率先发展等区域发展战略 只有在各个区域之间构建起运力强大 方便快捷的铁路通道 实现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快速流动 才能更好地把欠发达地区的资源优势 转化为经济优势 没有一个发达完善的铁路网的支持 就难以统筹城乡和区域发展 就难以实践城乡共同繁荣 就难以形成东中西部相互促进 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统筹城乡和区域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 迫切要求有发达完善铁路网的支持 全面协调可持续 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充 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 我国面临越来越严重的 人口、资源、环境压力 而铁路凸显出 占地少、能耗低、污染小的比较优势 加快铁路发展 对于我国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发展模式 以较小的资源和环境代价 支撑全社会的运输需求 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迫切要求铁路在节约资源 保护环境中发挥优势 去年以来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 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 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作为今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 果断出台了 扩内需保发展的一系列重大决策 把加快铁路建设 作为重要措施 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 根据国务院安排 今年全路将完成6000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 由于铁路建设具有产业链长的特点 对拉动内需会起到明显的作用 据测算 完成6000亿基建投资 需要用钢材2000万吨 水泥1.2亿吨 能够提供就业岗位600万个 同时能有效促进国内机械装备制造 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铁路必须以加快建设的实际行动 承担扩内需保增长的重大责任 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 迫切需要加快铁路建设 我国经济增长的若干特性 以及铁路自身的特点 决定了铁路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 特殊地位与作用 加快铁路发展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需要 完全符合我国国情 完全符合推动科学发展 促进社会和谐的要求 从1825年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在英国诞生算起 到今天世界铁路已经走过了180多年的历程 今天随着铁路技术的快速发展 世界铁路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已经由低谷走向复兴 这其中有两大标志 第一个标志 世界铁路网的结构得到优化 质量明显提升 自1964年世界上第一条高速铁路 日本东海道新干线开通以来 法国 德国 英国 意大利 西班牙 韩国 比利时 丹麦 瑞典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 相继建成高速铁路 总营业里程已达1万多公里 再建的有1万多公里 规划的还有2万多公里 标志之二 世界铁路客货运量显著增长 2006年 世界铁路购物完成旅客发送量282.1亿人 比1980年增长13.8% 旅客周转量完成24,633亿人公里 增长76.5% 货运量完成112.4亿吨 比1980年增长12% 货物周转量完成95174亿吨公里 增长42% 当今世界铁路在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中 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竞争力 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国铁路踏上现代化征程 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 我国铁路得到了迅速发展 那么目前我国铁路处于一种什么发展状况 在世界铁路坐标系中处于什么位置呢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认识 一是运输能力最为紧张 由于种种原因 在世界上130多个 有铁路运营的国家和地区中 我国铁路路网的密度和质量 都是比较低的 按国土面积计算 我国每万平方公里 有铁路81.2公里 仅为德国的9% 英国的10% 日本的11% 法国的15% 美国的29% 印度的42% 按人口计算 我国人均拥有铁路 仅为6厘米 不到一根香烟的长度 为美国的7% 俄罗斯的10% 法国的12% 德国的14% 英国的18% 日本的28% 与印度相当 目前铁路承担了 全社会85%的木材 85%的原油 60%的煤炭 80%的钢铁 及冶炼物资的运输任务 由于长期以来 铁路对全社会的 请求车满足率 仅为35%左右 所以只能其中主要运力 优先保证 关系国际民生的 重点物资运输 经常对电煤 粮食 棉花 石油 和救灾物资等 进行强运 在运力资源 十分稀缺的情况下 为适应经济社会 发展要求 中国铁路 充分发挥 路网整体性 和运输 集中统一指挥的优势 千方百计 挖掘运输潜力 创造了 世界第一的运输效率 二是运输效率 世界第一 我国铁路已占 世界铁路 6%的营业里程 完成了世界铁路 25%的工作量 从衡量铁路运输效率的 主要指标看 我们有四个 世界第一 旅客周转量 世界第一 货物发送量 世界第一 换算周转量 世界第一 运输密度 世界第一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 包括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俄罗斯 日本 印度等国政府 都对铁路 公益性运输 进行补贴 对铁路建设 给予财政资金支持 我国铁路 是什么状况呢 这就是第三方面 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 最为显著 我国铁路 不仅没有国家的补贴 而且承担了 大量公益性运输任务 和大量 本应由财政承担的支出 据初步统计 仅2003年到2007年5年 铁路向国家和社会 贡献的资金 就高达6882亿元 平均每年 1376亿元 占铁路运输总收入的52% 我国铁路还有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 就是第四方面 发展规模最大 发展速度最快 按照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和技术装备现代化实施方案 我们以科学发展官为指导 全面展开了大规模铁路建设 全面推进机车车辆装备现代化 全面深化铁路管理体制改革等 从而使中国铁路进入了历史上 最好最快的发展时期 再过三到五年 中国铁路将以全新的面貌 展现在世人面前 广大人民群众将充分享受到 铁路改革发展的成果 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六年 是中国铁路历史上 发展最好最快的时期之一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 党中央和国务院 对铁路工作高度重视极为关怀 中央领导同志多次考察铁路 对铁路建设、技术创新、体制改革 运输经营、安全和服务等工作 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铁路系统坚持用科学发展官 统领各项工作 以快速扩充运输能力 快速提升技术装备水平为主线 全面深入推进和谐铁路建设 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发达完善铁路网建设 取得重大进展 自2004年国务院批准 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以来 规模空前的铁路建设全面展开 2008年铁路掀起了 新一轮大规模的建设高潮 全年新开工项目达到80多个 投资规模超过1万亿元 举世瞩目的金户高速铁路 4月18号全线开工 迅速形成会战态势 客运专线和南州至重庆 贵阳至广州 南宁至广州等跨区域通道项目 先后开工并实现良好开局 再建项目加快推进 部分项目建成投产 我国第一条时速350公里高速铁路 京津城际铁路 8月1号顺利通车 并实现了安全平稳运营 北京南站 天津站 武昌站 青岛站等 一大批现代化客栈投入使用 截至目前 铁路客源专线项目 已经开工建设近1万公里 2009年到2010年 还将开工建设约1万公里 按照现在的建设速度 到2012年 将有1.3万公里客源专线 建成投产 铁路技术创新实现历史性跨越 党的十六大以来 铁路系统立足自主创新 大力推进原始创新 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铁路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 取得了一大批重要技术成果 部分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京津成绩铁路 是我国第一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国际一流水平的高速成绩铁路 它的开通运营是中国铁路 进入高速时代的庄严宣告 同时也向全世界展示了 中国铁路飞速发展的良好形象 展示了社会主义中国 改革开放30年的巨大成就 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速度是现代交通运输质量的核心指标 是带动交通工具技术进步的龙头 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追求和象征 2004年1月7日 无愿批准了规模宏大的 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规划提出 在本世纪前20年 建设客运专线1.2万公里以上 客车速度目标值达到每小时200公里级以上 2005年7月4日 京京城际铁路开工动员大会 在北京与天津的交界处举行 标志着中国第一条城际高速铁路 正式开工建设 高速铁路是高新技术的系统集成 是国家科技实力的集中体现 作为我国客运专线建设的示范型工程 和京户高速铁路的独立综合试验段 京京城际铁路开工建设以来 在系统总结以往技术成果的基础上 进行了再应用研究和工程实践 解决了我国高速铁路路基 桥梁 无扎轨道 测量控制 环境保护 减震降噪等重大关键技术问题 为我国高速铁路建设 及相关产业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在耐久性设计技术方面 京京城际铁路以生命周期的理念进行设计 桥梁主体结构使用寿命100年 无扎轨道使用寿命60年 减少了综合维护成本 在路基设计施工技术方面 采用了软土松软土地区路基设计和施工技术 通过实施沉降变形观测与评估等技术措施 有效控制了工厚沉降 在桥梁设计施工技术方面 通过净力动力减算和模型试验 整孔减吃粮香 大跨特殊桥梁的各项技术指标 均能满足时速350公里高速列车安全平稳运行要求 在无扎轨道技术方面 此外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环渤海地区城际轨道交通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历史进程中